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火割道去食农教育活动登场到米为人类主食之一 当我们吃着香喷喷的米饭时 是否曾经想过这一碗白饭是农夫们留下多少辛苦汗水 蜻蜓耕种得来的呢 随着都市化发展 居住环境遇来于难看到农田 为让孩子们有机会了解餐桌上的米饭 是如何经由到田中出来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大理区农会推广食农教育 11日与永龙国小一同在西湖里市民农员旁 农田举办食农教育坐火割道去活动 碰壶吃喝新闻 欧极桑骑士明顺 明镜前进红螺鱼灶重启 在线传统美味 由用力拍电影 李岛出走 共同主办的明顺明镜的一日快闪店 于9日上午在红螺村鱼灶隆重登场 县仗陈光复 清陵湖西红螺村与李明顺 李明中两兄弟 以及当地居民和游客 共同体验传统与产加工过程 重拾先人智慧 在线传统美味 并邀请乡亲前来感受地方创生的魅力 台东吃喝新闻 2024南岛咖啡节台东全新品牌活动 正式启动台东自2022年期 用心打造太平洋左岸台东咖啡区域品牌 11日集结线内咖啡产业农友 咖啡厅咖啡职人共同发表正式启动 全新台东品牌活动2024南岛咖啡节 记者会中也办理今年首场 太平洋左岸台东咖啡产业地方共识会议 以及2024台东现金品咖啡评鉴竞赛说明会 现场共有23家业者 近百人参加 起薪推广台东咖啡 成为台湾具代表性的咖啡节庆活动 将来自太平洋左岸的台东好看印象 深植在人们的心中 伊兰吃喝新闻2024宜兰有机茶王出炉 为提升伊兰有机茶品牌形象 建立分级品质评选 后执有机茶业产销人才 发展健康农业 促进栽培技术与品质的增进 鼓励茶农持续有机耕作 拓展稳定的收益 今年度由三星地区农会 办理第八届伊兰有机茶分级评鉴活动 并邀及全县各产茶乡镇参与 既有大同乡 三星乡及东山乡等 11位20点具有有机验证资格制茶农 参与此次分级评鉴活动 并采用茶叶改良厂 TAX分类分级方式评评 于5月13日 甲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 北部分厂办理该分级评鉴 且由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 张正环担任主评 一个茶农参赛茶品质香气 茶样外观 水色及滋味等品质条件 评选出有机茶王一名 金制奖与优质奖各数名 本节目由大健康创新服务联盟 微量元素检测中心冠名赞助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下次CLN城市生活报 台湾各城市吃喝新闻 期望与您再见